接下來的環節究竟是甚麼呢 剛剛 Andrew 已經很少關注 因為我相信 Andrew 或者其他分享者 簡單的分享應該不太夠後 大家應該想知道更多他們的心路歷程 或者他們在NUC事業發展的過程是怎樣 所以今天也很開心 我們邀請了一個很特別的組合 邀請了我們新進的簽名人 Andrew 以及我們新進的環節領袖 Iris 來到當中跟我們分享的 我們熱烈掌聲鼓勵到各位 又是這個訪談的環節 是因為大家超級的 大家有東西吃你就好啦 我到現在還沒吃晚飯 但不要緊的 我們選擇精彩的部分在後面的環節 好 對於兩位 即是 Iris 和 Andrew 可能在座的夥伴 未必是會認識他們的 不如我們都給一點時間去介紹一下他們 還有當初他們究竟 為甚麼會 可能在自己原先的事業都做得很不錯的時候 為甚麼會發展一個新的事業 為甚麼會發展新的事業呢 Iris 可不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好 我是Iris 剛才也有說過我本身是從事時裝買手的工作 你們都可以想像到做時裝買手的工作是怎樣 就是世界各地的時裝 周圍去的 即是Milane Paris 紐約 其實工作很好玩 即是開心的 所以其實打工十幾年都沒有覺得有甚麼需要改變 因為做得很開心 但就是真的 到過去幾年 即是公司兩年 是轉了四個CEO 再加上我一個女兒 我女兒三歲幾 那 帶頭的時候 轉到第四任CEO的時候 就真的不够了 是當時真的是一個急波 我發覺原來 在同一間公司奉獻了 十年的青春 由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 就是你轉了一個人 可以把之前的Apple都抹掉了 於是真的想創業的機會 然後不斷找機會的時候 就找上了Newskin 之前也經營了其他生意 小生意 發覺原來投資很大 那 你們有多少個人是朋友Refer 而認識Newskin 有多少個人 是不是自己暈的 有沒有人是自己暈的 沒有 應該沒有笑 是的 那我就是那個人 就是找了一個非常不熟的朋友 就是在一個Event 式 那我就主動去問他 其實 就是約他 說Newskin做什麼的 其實我之前想買SPA機 但是沒有人告訴我 也要買的 我找了很多朋友 那 然後我身邊沒有人做Newskin 那我就約了一個很不熟的人 其實你是不是 好像買一塊機給別人 然後中間有些 commission 我也想看看Newskin是怎麼做 然後就自己上來 business talk 然後就簽了自己 自己 自己簽自己 真的 我也很多就是介紹Judy 那 那 我 有些什麼吸引到 其實在這裡的人的lifestyle 就是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人就知道 就是Newskin也很像發光 那樣 很開心 很少在做生意 或者傳統工作上看到這種光芒 是一個開心吸引到我自己 其實是 大家可能覺得Iris都分享很好 是不是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和Iris合作了半年多的時間 是不是 我是今天聽到她說最多的時間 因為 其實可能過去工作的關係 其實很少 要很一段地去分享 所以這個確實是今天她另外一個答案 可不可以給你掌聲 Iris Iris 然後 這個嘉賓 我們要坐直一點 是的 雙息 Mandy剛才說 嘉賓那些才17年 對不對 我們認識了都15年的 是的 是的 那 Angelo 我又想了解一下 其實當你在原行業 其實非常之出色 那其實為什麼又會開始發展Newskin呢 真的六月飛雙 人間痛苦 為什麼呢 其實我沒有準備 有時候 不要為自己的人生規劃說死 很多的偶元 你相信自己的感覺 因為就是我的老婆 所以為什麼說 有個霸道的老婆 我先生才有出口 我已經日夜做 在和王18年成為Extral Director 屬於打工的高級 其實是忙於為家庭奮鬥 所以這個外奸世界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但是他送了個大禮給我 他說他做Newskin 我們兩夫妻就這樣 一場戰爭開始了三倍 那終於是沒有辦法 因為呢 一女人就黑臉了 男人就死就死了 因為他不理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最後呢 就認低威 認低威呢 其實都看到我老婆 有沒有人騙的 什麼事啊 誰這麼壞啊 那就開始呢 你知道呢 雖然我肥肥大大 也有個八字跟著 也很白眼 那我嘗試上來Newskin 了解哪些人騙我老婆 怎知道來到之後呢 就慢慢 所以感情就要培養 真的 多點回去見你另外一個人 那我來多幾次之後呢 就開始感受一個聚會的威力 其實這個生意呢 我順便帶給大家 因為很多現在是生中的 你們真的想在這個生意 是找到一個秘密 能夠做得成功的呢 盡量將所有的聚會辦好 因為人是環境的動物 如果你能夠呢 在一個聚會裏面呢 能夠透過你自己本身的強項 能夠帶給正面的 有一種凝聚力 是給你的團隊呢 這個是自性的關鍵 所以Newskin 大大小小的會呢 我都一定參加的 基本上我在香港呢 我一定參加的 還有我自己本身呢 也都不斷呢 搜索私牆 去將自己呢 是創造最有吸引力的聚會 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呢 就是多次上來呢 看看這些聚會的期間呢 我是開始看到呢 Newskin不是很多人 腦裏面想的東西 因為腦裏面想的東西呢 通常你的恐懼是 原因呢 你的腦裏面是不斷去製造 但是當我面對現實的期間 我覺得 這些人怎麼騙到我老婆呢 好像Grace那樣的 Grace Team 怎麼騙我老婆呢 我老婆不騙她就偷笑了 那時候我反過來想幫這個老人家 但是呢 最關鍵一個聚會呢 就是因為我老婆呢 就在2002年的9月份 因為那時候我還忙得不得了 但是最重要呢 我自己在大學收了一個經濟學 我老爸就算怎樣辛苦 他自己都一個老闆 我就算打工怎樣呢 我裡面的內心世界都有一個叫做創業夢 所以我曾經跟很多人合資去創過業 但是一定以失敗告終 因為力不道不為財 但是這個夢呢 有沒有被偷走呢 沒有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呢 就是我去到這個猶他州而胡城 參加那一年 2009年的 Global Convention的主題就是China Market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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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的9月嘛 我不是這麼說嗎 對不起我明天會看心理醫生 這陣子有點老人癡呆 2002年的9月份 那次呢 我太太出員工 她說 要考試 去到美國當然要考英文 我又信了她 誰知道去到那天 我看到真正的叫做 一個叫做Global Convention 世界勝利 有幾千個日本人在考日本文 韓國人 考英文的 考中文的 我就派到去考中文那裏 我一直在罵我老婆 明明考中文的就哄了我 誰知道考完之後 我才看到 原來這麼多人夢寐以後的中國市場 我當時真的跟自己想 我說這班人這麼辛苦 考一排就是入我們隔離的中國市場 China Market 我說我 怎能夠把手奉獻這個市場給這些人呢 究竟這個是甚麼生意呢 從那時候開始呢 我是花了兩天的時間 親自 因為我自己是搞收購 我和我和 所以我重新再 看清楚這間公司 她進入大陸的競爭力 她的文化 她的現金流 她的 leadership 所有的東西我重新去考察 直到我飛機十六個小時後 裏面 我裝我所有的三天裏面所拿的資料 寫了我三個的 planning 第一個就是風險評估 第二個就是回報率 第三個就是運作的方案 空姐經常見我拿咖啡 以為我是那些恐怖分子 但我回來之後 我足之是怎樣呢 不能忘懷那三天 我在猶他州和China Market 這個所謂的吸引力 所以呢 我是用了一段時間 將我優化了我的計劃之後 我認為 連我一個這麼自為了不起的人 我都相信 newsense這個平台 是絕對給很多人 一個創業 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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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都和很多 來到 和我成為我的 downline的人 講得很清楚 我人生最重要 就是三十至四十歲 三十歲你還沒開始給自己的機會創業 因為你沒有可能 將你黃金的十年 去為你的老闆賣命 你的潛能在十年不發揮 得用則廢 所以很多人在十年之後 去到四十歲就來基金 在和和我村炒 炒這些人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你的黃金十年從三十開始 一定要 就算怎樣也好 要去創業 給自己一個機會 因為你才會發揮你所有的潛能 去為自己做自己的事 去到四十歲以後的成就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認為 如果Newskin這個平台 是一個創業的平台 而給了一個世界最大的市場給我 我可不可以去考慮 在一個人生 一個正在走的跑道裏面 給我一個急轉彎 最後 足之我答應了我太太 在她做了兩年三年之後 我進入中國大陸 十一年之後 我用一個意敢還鄉 一個心情 跟大家忠告 Newskin是一個最好的公司 今天無論你們大家 遇到什麼困難都好 聽清楚老人家 一個忠言 永遠never give up 不要放棄Newskin 放棄Newskin 等於放棄了你 最慘難的人生 相信我嗎 相信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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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年輕的時候 已經有創業局 但要找對的平台 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其實今天我們的主題 就是當創變遇上感變 說到改變這件事 因為相信剛才兩位都說到 Newskin是另一個改變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又帶給你們一些什麼的突破 或者是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Iris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的最大的個人突破 可能對於你們來說 是非常之平凡的 其實就是使用社交媒體 是的 因為我過往也是一個非常之 private 的人 因為經常為我做Newskin 分享而已 是嗎 但我覺得不是我不分享 但是 後來我也知道 其實創業的過程 無論做什麼生意都是 就是個人品牌的形象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 Newskin一直都開始e-commerce 我也知道 社交媒體是一個必用的東西 慢慢開始一步一步地用 過程其實也有很多心路歷程 但是到最後 我就是覺得 一定要看結果 你Newskin成功了之後 結果是否自己想要 如果是的話 其實就是不斷 一些自己不想做 或者自己害怕做的事情 然後就不斷去做 做完之後 其實覺得 都沒有什麼 透過不斷突破而做 到最後 到最後 其實我覺得 這些突破是很值得的 因為我當初 其實都是透過社交媒體 接觸我的介紹 而現在 我簽的人 甚至是新星 其實都是社交媒體上認識的人 這裏可能再分享多些 最少大家不知道 究竟他可以 到哪一個位置 因為剛才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說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有了寶寶 再生了 因為他生了寶寶 三個月才發出 照片 那些人才知道 原來你生了寶寶 對 他是到這個位置 所以在剛才那裏 因為其實做了寶寶 之後 其實他多了一些 尤其是全職 因為去年開始 全職 全職之後 其實多了時間 去了解了身邊的人 就是原來 在通過這個 去分享 或者去和人了解的時候 原來都發現 身邊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你經常接觸 可能身邊的 女兒 或者是家人 其實原來都會有不一樣 這個是他另外一個 情感上面的得著 未必是一個breakthrough 但是 這個是通過newsken的時候 讓你帶來另外一個禮物 可以說 那Andrew呢 Andrew 你已經 剛才已經分享了你的change 就是問說 你十五年前 見到我就害怕 是啊 我以後就不害怕 今天每次見到我 都抱著我寶寶 那又不會的 因為Andrew在這裡 是啊 是真的 我們都有聊過 他說十五年前 見到我上來 找病人 因為他以為自己小孩 生得小 又精靈 又害怕了我 但是現在呢 就是人見人愛 我車見車座 是不是 官才 經過都打開過 我為何要跟你說這件事呢 這件事也是我做newskin 要成功 要修圍在哪裡呢 是借助我這個經驗 跟大家分享好嗎 今天大家坐到現在 我都用真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本身是運動員 我小小個個踢球可以看到上格組 我打功夫是可以打死人 真的 所以我老婆真的 為何我怕謀殺呢 所以我怕老婆就是自我保護自己 OK 那運動員的性格呢 所以就請他 耀威 性格是很strong的 如果你告訴我大男人 我絕對認同 所以當我在和王打工的期間呢 因為 權力是從上往下 我是拿著我的權力呢 我可以發揮到殆盡 就是說不聽我 OK 因為我對著那些呢 是要聽我說話 卑躬屈失去賺食的人 所以我的權力是用得很好的 而這些權力在我手上呢 我可以很揮灑地用 但是這個是用在你打工的期間呢 以強靈略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進入這個領域裏面呢 其實做善重要 學做人最重要 真正學做人呢 所謂上善弱水呢 你如果真真正正正做 好像以前那樣呢 指口督鼻呢 你死定了 三個被人打死的 但是為什麼我在這個生意裏面 給我最大的一個改變是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 IQ是很高的 你看看我的花名叫大頭城 OK 我的FQ也很高的 因為我是主修經濟學 但是我是沒有EQ 就是很容易很吵 很容易 所謂刀切豆腐兩面肝呢 這方面去看呢 你可以有種取身 但是這方面去看呢 很容易得罪人 但是來到這個生意的期間 我看很多輸 究竟我想贏 贏在哪裡呢 原來要學做人 嘩 最難 最初很難的 尤其去到國內見到那些人 你明白我說什麼 又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又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又以為我在找他 笨 我又以為他在找我笨 大家互相 在互相 在磨合 所以那個階段呢 是我的修為裡面 最重要就是做人 那麼來到現在呢 真真正正正呢 我老婆也跟我講的 她說 new skin 給了一個真正最好的老公給她 是不是 大家 除了會做事之外呢 現在還會做人 那麼我希望呢 大家坐在這裡呢 你們將來如果有更大的成就 不是你今天有多勤力 不是你有多有效率 要懂得做人 因為你身邊的夥伴呢 是你的事業的合作夥伴 如果大家一起 要走到底的呢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真心 是對他們 真誠相對 所以我經常講 那我的所謂在這個生意的成功呢 是十字真意 是成就大業者 如果你要做得大 功在真誠心 用真心誠意 對你所有的下級 好嗎 OK 謝謝 謝謝 很感謝 Akle耳屯給我感覺 真的很硬巴巴 其實未至於見到她要躲起來 因為也不能躲起來 因為Counter一定要繼續做事 但是你會防備的 不知會答錯甚麼 但現在不會 大家看到這樣 可以嘻嘻就知道 所以我現在不怕她 會贏 看看怎樣 更加線 你更加線 好 但是剛才說了 其實在新線上 兩位都會帶到一些 break food 或者帶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 好處 或者應該說一些成長 等等等等 但是其實也有些人會問 這個改變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大家知道 留在一個covered zone 是很容易一件事情 但要真的作出改變 有甚麼令到你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 而令到你們會達出這一步呢 Iris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改變和突破之後 帶給我最大的價值 因為剛才我說 即是創造個人價值 即是你個人品牌 以前工作其實一直都會 但我覺得在這個business裡 你創造個人價值的同時 其實你都是要創造價值給別人 這個工作 即是這個事業 其實給了我很大的個人成長 以及最大的是那個 滿足感的fulfillment 因為以前我做fashion 其實看上去好像是很風光 但其實我有時都會跟我的husband說 其實我的工作有甚麼意義呢 即是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買給別人 其實對社會有甚麼貢獻 你對世界有甚麼影響 一直都問的 然後 所以一直就在找一個機會 但到現在 即是在newskin 我得到的 即是不單止是在這裡的自由 即是可以跟家人相處的小時光 而是那個滿足感是 你是有機會對別人的生活有正面的影響 即是好像我當初都是因為踏上了這條路 令到自己 即是基本上的人生下半場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我覺得將這個機會帶給別人 其實是很有很大的最大的滿足感 剛才我們在這裡聊的時候 Arens一直說的時候 她分享現在她的開心程度是完全發光的 她更加說 她說 我沒想過 那星期一會不會這麼開心的 在座打工的應該都知道 因為怎麼會有Blue Monday 但Arens在全職之後 其實她更加感受到 在newskin那裡 我們剛才聊的時候 會有大出醬 可能現在更加有一個使命感 即是怎樣可以打得好 那個團隊 甚至乎真的可以幫助那個團隊 夥伴在這個平台上 令到她自己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平台上的話 Iris也跟我說 她的價值完全不是她本身想著做newskin的時候 所想像得到的東西 現在是遠超出了 她原先當初加入的時候 newskin想忘記的東西 那Andrew呢? 那你的問題是怎樣的? 我連問題都不是很理解的 也沒有理由的 但我明天看精神科 是嗎? 知道了 又給我玩 剛才得罪了我 那今天大家都累了 我希望在 即是坐在這裡 來到現在的期間 我沒有辦法 將來新世界裡面 因為我 我人生打了二十多年功 用了十五年 是放在newskin 你說我沒有感覺是假的 那今天的感覺呢 我打算準備 將很重要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好嗎? 好 如果大家真的想在這個生意做大 如果你打算 過客 過客 即是兼職 走來試試看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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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用聽到你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大 享受你真正 七彩的人生 我跟大家分享 我看那本書呢 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啟發 我經常知道呢 如果透過心理學 你要成功 一定在這個源頭裡面 找到一個字叫做 動機 英文叫做 motive 如果我們真的要讓下級呢 因為一定要幫下級成長 做得大 你自己才大 所以一定要找到 每個下級進來做的 真正的原因 叫做動機 我看那本書呢 給我很大的看法 現在在我培育的新的下級期間 我很重視呢 能夠擴大他的格局和動機 進來做 New Skin 是八個字 這八個字就是生活形態的改變 即是說 如果這個人進來 是不喜歡的工作 很不開心 找不到錢 沒有希望 是逃避現實 來做 New Skin 這個動機可以 太小了 New Skin 才很快滿足到他 找了幾萬元之後 這班人就會停止不動 很多這些人 為什麼這麼多 綠寶紅寶 一輩子都綠寶紅寶 我在十年之後 扮香港 他終於是紅寶 為什麼 因為他發覺 人是冷到的動物 他得到的東西 已經滿足到了 他怎麼會再繼續上來 所以我很多時候 是發掘一些 下面 這四個字是最重要的 就是 價值信念的追求的人 就是John Kennedy John Kennedy曾經跟美國的國民 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他說 不要要求那個國家 給你什麼 你一定要想著 你可以給你什麼 給那個國家 就是 回饋社會的心 價值就是 你自己的理念 和夢想 如果進來的人 不僅是逃避 他真的有理念 夢想 永遠不會黃懷 入到這段期間 能夠逃避了 實現了 開心了之後 再追求他的夢想 理想 他會更有動力而想 但是滿足了自己之後 有什麼更高的價值呢 原來就是信念 就是能夠回饋社會的信念 原來Newskin這個平台 我現在到今天這麼開心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生意 是為了很多的人 努力 大半輩子 還沒找到自己的希望 究竟自己可樂 從不知道的期間 你能夠介紹到這個生意給他 能夠創造到他的未來 能夠給他一個機會 以及給他一個希望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幫這些人成功之後 再改變他的道德價值觀 大家槓桿 一起回饋社會 透過Newskin線的力量 能夠做線師 是無以上之 我今天最快樂的是說 Newskin可以幫人 是可以幫到共進的 所以如果你們自己懷疑著這個心 跟著你的下級 是找那些 能夠Develop到這個Motive 我相信你們的團隊一定會很大 好嗎 今天呢我希望呢 我講這幾番說話呢 我自己都有眼淚 我老婆見到我有眼淚 我希望呢 你們聽完之後 就不要有眼淚 化悲憤為力量 是吧 明天開始努力一點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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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短短 可能半個鐘頭的分享 可能大家都收穫滿滿了 是吧 那 相信 大家應該都會 再有很多問題想問的 但是於是時間關 那我們 這個環節 真的接近尾聲 甚至乎真的結束了 不過 剛才Andrew和Iris都提到一件事 就是Newskin是一個人的行業 那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更加好 發展這個行業 更加重要的就是講人 更加重要的就是講自己 那希望今天短短的一個訪談 可以給大家一些資訊 或者一些心得 我們再次給熱烈的掌聲 Iris和Andre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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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